全新的产品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它的正面 侧面 背面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显示板 然后这是个电压调节器 这是个电流调节器 然后这是正极截路口 复极截路口 正极截路口 这是一个接地线 然后这是一个开包按钮 然后输出开包按钮 一个USB 然后这背面 这是一个智能恒温风扇 它是到50度之后才自动转 然后这是一个保险 这是一个电源的插口 下面是有一个保险袋 里面是有个保险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拆开一个保险丝 开开展示一下 这样子就轻轻的一窍 它就出来 然后可以看到 这里是个保险丝 然后这是正在使用的 因为它烧掉之后 短路后烧到用不了时 然后我们这边有个备用的保险丝证送 到时候只要进行把它推出来 然后把这个替换做完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装回去 然后这个替换的一个保险丝的操作完成了 这是拆开电了之后 然后就是按钮看一下就可以 你可以看显示 这是它的电压 这是它的电流 这是它的功能 然后它是四位数显示的 然后就是一个很压状态 这个很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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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是一个承控的编码器按钮 我们就只放了一个电压按钮 然后我们电压按钮 这是区别于 旧版的 区别于旧版的电源 它不是出调 而是编码去调节 然后上次按摩那些调电压 按一下 就可以调到 精确到尾数第二位 然后调 可以进行调调 可以不断的旋转 然后按第二个就是确定了 然后第二个 这是可以进行四位数 以每个数字的选择去调节 然后这个电流是同理的 按一下就可以调 然后按了调查就确定 这是一个调调的方式 然后 我们有一个USP输出口 这是可以用来进行手机快速充电 然后进行一个充电 我们的环台是很小很精巧的 然后就是一个手机的大小 这是我们的新款承控式电源 这是我们的旧款是一个出调微调的 主要是承控跟这款区别在哪里 就是我们刚才说这款是给每个 精确到每个位数字去调节 然后这款是有分的他就有四个按钮就电压的出调微调 这是电流的出调微调 但是这个是调大的 然后这是调小的 是精巧的 但是这个给精确每个数字有一个调节 这是这两款的主要区别 然后现在是电流的一个展示 这是我们首先是调节好了 我们需要电压的电流之后 然后 按一下开放 速速 然后这边的一个电流的一个对应情况 整理还是小数点后 第二位是有硬调动的 误差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进行调节的展示 2.3 然后这边对应调到2.3 这是一个电流的一个速速展示 关机按钮型 然后它的频道不熄灭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内部还有一个电流的一个缓程 为了保护机制 要过一般要过3到5秒就会自动熄灭 这是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新款系列承控直流本家电源 这个四条外包装是SPS跟C系列 它能够有30V 5A 30V 10A 65A 120V 3A 14个型号 有配方的颜色 现在我给大家可以如何它的一个外包装配件 首先它有一个送信书 还有一个保数卡 还有一个我们送的一个输出线 还有一个电源线 然后电源线还有国标 欧规 美规 还有英规 很选的 这就是我把电源的包装 可以看到这两个是一个加护的泡泡 保护避免控速可能收到小看 这是它的一个 呃 撑起来一个一点情况 谢谢